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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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繼續見山姐在這裡 咪後的才最好聽的 永遠都是,有些話不能說 人名,地方的話不能說 我們私下再說 可以讓大家猜一下 有一個演出場地 山姐是時代曲人 但你有時會唱粵曲嗎? 是啊,我們時代曲的 手則不太多 不過我自己 個人的手則 我出場前很怕 站在我旁邊 我覺得 好像 精神不能集中 人多,我心都很亂 拿捏不到出場的事情 尤其是背部 不要有人在那裡走去 好像是倒仔 倒仔拍膊頭的 是啊,我都拍膊頭 但是在粵劇界 跟前輩說 或者聽,其實很多事情要遵守 所謂的虎道門 即是出場前那個幕的虎道門 那虎道門 一出了虎道門 就是 一個叫做 我忘記,是一個尊嚴的 一個界別來的 一出就是一個鬼界 哦 那你就要遵守 譬如有些位置 你不可以過那個線 否則 就是不好 但沒有說到實際什麼不好 不過他就說 不是很好 只要不要走 或者是不順利 是的,不順利 但我指掃時候 我很喜歡站在台邊 是 即是周圍走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坐在台邊也可以 是的,是的 但他們的界線都很厚 嗯 只是差不多近 即是用四分三的台 嗯 另外那些就不准走 不要走出去 是 但我經常唱歌的時候 那個歌就不知 唱了一下就走了過界 那麼每一次回來 那些前輩都會說 你不要再走那麼前 不要啊 嗯 那我有時想想想 是的 明明呢 就只是可以拿捏得 即是都很好的 嗯 有時當然是做得差一點 可能是差一點 好像有些 神不守者 神不守者 那我就想想 是的 經常都走出去外面 那個界線那裡 嘗嘗嘗嘗 真是全神觀珠 不要走出去那一條線 果然呢 真是十足十的做法 嗯 即是那個界線 可能是有些人就說 譬如你上了某個莊 我扮包工的 其實你就是代表包工 所以你有些事情又不能做 即是那些 是不是類似 不是 我想那些 那些 一出去 沒有了那個 神 神水 或者是燈光 或者是氣味 就是這樣說 當然是 不用問 那就照做 是的 如果不過界 就 就好像做得特別好一點 OK 這個是最近發生的 還是 聽就聽了很多次 不過最近自己有發生過 嗯 所以不到你不相信 那她的 那她的 前輩就繼續遵守 那有沒有說 立即拜華公先師 是的 是啊 很重要的 這個就必然了 是啊 就是在演出這些場地的時候 是的 除了這個場地 還有些什麼 演出過的場地 都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 因為我們經常做時留曲 是 沒有特別的事情要留意 是 但是如果 就是 那個 老闆 或者是 監製沒有特別的 拜神的儀式 是 或者切豬 或者怎樣裝香 是 我們自己都 自己 敬如在 是啊 是 那有沒有曾經在住的地方 遇過這些事件 是自己的 自己住 是啊 是啊 或者聽回來 即是有沒有一些個案 自己住 我以前 舊屋 我經常聽到我傭人說 有人在這裏 嗯 我傭人說 我經常說 有一個靈體在這裏 是 他說經常有人在這裏 嗯 那我就沒有問他 我也不想知道 是 那越想越好像 睡不著 我沒有理會 只是舊屋 是 之前很久 錄音室 唱歌 有沒有曾經試過 有些像歌手那樣 錄到一些怪聲出現過 有沒有曾經出現過 怪聲 沒有 沒有 是 錄音的時候呢 或者在Studio的時候呢 有沒有曾經出現過 我想一下有沒有一些 另外的東西 先說一說 先 因為呢 錄音室是 經常都會去的地方 尤其是 錄音室是一個很好的存在地方 是 他們喜歡在那個榴槤 因為是黑 又是冷 沒錯 又聽到你們現場唱歌 也挺棒的 你知不知道錄音室 其實有一個 大家明白的規定 是什麼 例如 我錄音室 如果你預約了 1點至3點 有人預約了3點至5點 就算我們錄完後 我們坐在這裏 你3點鐘 下一位客人都不可以進來 不可以 即是你不可以進來這裏 的控制 room 是嗎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人家錄音室 不想讓你聽 哦 即不是說一些怪物 不是 我預約了1點至3點 我有權在這裏 留到3點 我3點就交回下一位 去享用 是 但是我那天 那天我自己錄音 我就自己在房間 那就是了 控制的同事就在外面 是 那天我剛才沒有 因為我只剩下10分鐘 才錄完 即是10分鐘 即是夠時間 我再錄一句 錄完 再10分鐘 他說 補完尾的一句 我就說 好好 然後唱 我準備唱 我怎麼搞錯 為什麼會 有人 我只剩下10分鐘 還未夠 有三個音樂 來看他唱歌 哦 那三個 現在跟這個距離差不多 是 跟外面的 你有多近呢 是 就是那三位朋友 坐在這邊 1 2 3 即是我們同事 外面的控制 那裏 那裏 那這邊 就有三個人 但是我看到 是兩個坐在那裏 是 一位朋友站在那裏 那我就想 我還看一個鐘 我還看一個鐘 咦? 踏十分鐘 還不夠鐘 還不夠吹人家 而且又來聽我們錄音樂 是 不對的 即是好像不是很尊重的 又我還不夠鐘 又沒有阻礙你 接著我沒有 隨便 始終都三分鐘就完成了 是 再聽一聽 Playback 我說 OK了 就進去房間 我說 喂 啊 即是Peter仔 我問Peter仔 我說 什麼的 心急的 還不夠鐘 進來聽我唱歌 現在不見了 就走了 噢 沒有人進來 山車 沒有人 真的嗎? 他就回答我這個字 他沒有多餘的形容詞 沒有人 噢 然後我說 噢 我不想說 因為他長時間在那裏 因為他如果有人 他一定知道 他長時間在那裏 我不想撞多的話會影響他 噢 但我當時是 我頗見慣 我都停了一秒 我想想 噢 不再說了 沒事 然後我離開 我跟同事 噢 阿希給我回去說 噢 有件這樣的事 我都不太想說 噢 他說是誰 其實是沒有人的 噢 噢 那山車 那個真的很厲害 真實在 真實在 真的 對 人 那我看看那張椅子 我走過去看看 真的有兩張椅子 噢 他剛好設置了兩張椅子 但那兩張椅子就是那個位 兩人坐著 一人站著 這個真是 噢 當時都挺 挺瘋的 挺驚訝的 這首歌出了街了嗎 噢 出了街 因為是 錄一些 不知道是 那些 插曲 那些雜雜的東西 噢 明白明白 因為有傳聞的 就是如果說 其實那裡很多的 那個錄音室 其實錄音室很多 很多很多 也有傳聞如果說 這首歌裡面聽到一些怪聲 或者他聽到跟你一起哼歌 那首歌就會爆發 很多藝人都遇過這樣 味道這個Mark VI Mark VI 味道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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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時候是很多藝人都這樣說過 就是說這首歌厲害到他們要來聽 喜歡去參與 嗯 這個錄音室在哪個區 喂 尤華地區現在有三個錄音室 是不是 佐敦尤華地 佐敦 佐敦那間 佐敦有兩間 有一間 軒仔那間 嗯 是他改裝了 是啊 改裝了 是啊 你說的不是這間 哈哈 哈哈 都有兩間 一間之間 一間之間 沒錯 其實那裡有很多傳聞 是的 真的很多 最慘的是晚上 他的洗手間又不是在裡面 是的 在外面 是的 所以就 其實那裡很棒 可能哥哥會回來 妹姐會回來 他們這樣說 因為哥哥仔那個錄音 是的 很多名人 很多的了 因為他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還有是最靚聲 最… 是的 那些這樣 不過都沒有了 他只是看著而已 是 不過你不… 習慣了就是 什麼 不過那個突如其來 因為… 到下一下一 大家有機會 遲些看看山姐演出 是啊 接下來 這個表演 24號 沒錯 不是唱粵劇的 一心灌玲瓏 3652日會不會有 哈哈 看看誠意有多多 哈哈 又是這個誠意 看看你的誠意有多多 對了 給你多少 希望大家支持 除了支持山姐之外 還有其他歌手朋友 還有一些按路的服務 希望大家多給一點點 然後享受多多 當晚 星期六晚上 齊心抗疫 又有娛樂豐富給大家 OK 開心心 好了 按下我們BiBi人的連結 就可以支持山姐 還有其他歌手 今天很感謝山姐 今天很感謝Edmond 是的 希望我們不要太久沒見 好啊 多謝 謝謝邀請 我們再上來聊一遍 好嗎 好 山姐身體健康一切上來 演出成功 下次見 拜拜 好了 山姐 我們久別重逢之後 今天都見到 都知道大家 仍然在不同的範疇裡面 繼續活躍 都是好的 大家繼續支持 他的演藝的事業 好嗎 接下來星期六這個show 我們都會見到其他歌手 比如說 阿韻光 阿光哥 我記得之前跟他拍過一個劇 都好像說 叫過 阿光哥 有沒有時間想嚇你 我看一看 這個星期六 看看會不會再見到他的時候 再會念一下他 看看廟街 當時唱歌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靈異事件 還有今次這個場地 就是一個主題公園裡面 雖然這個主題公園 傳聞很多 在山上那一批 不是在下面 會不會在一個新的場地裡面有感覺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去過 所以今個星期都很期待 在那裏感覺一下 還有看看這個場地 將來有沒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在那裏做一下show 或者邀請大家一起 如果接下來 可能那些限聚又少了 或者想到我們有什麼show的話 都一起去這裏看看show 好嗎 如果今個星期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上去我們的網站上面 買一張電子門券 一起參與這個善事 好嗎 我剛才也看到一些朋友 提醒我 因為講一些歌手錄歌 或者出現一些靈異事件 陳奕迅的首歌 《今天等我來》 我當時在電台裡面都已經看過 因為那首歌的前段 有些intro不是音樂 好像有些人聲 有些古怪的 叮叮叮 那裏好像是聽到一些怪聲 那時候出現過 同樣這首歌 只是出現了一隻碟的版本 好像不是每一隻碟都有 好像說 這些一向都傳聞有的 最近石穎莉也有 翻唱這些歌的時候 在studio聽到一個女人一起唱 那沒有問題的 總之可能他們一喜歡的話 就會走入老音室 而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都頗有機會 長著一些名人歌手在這裡 好了 先聽一下電話 葉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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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關掉你的電腦聲音 好嗎 好 不好意思 先關掉 打一會 好 我們記住 各位朋友打來的時候 都關掉 現在好嗎 好多了 好 不好意思 剛剛就想起了 想起有些前層的 古故事 好 好 因為以前我們是住在台灣 青民村 青民村 以前是一些石屋 是一些教會 那些墳地 建了墳墳 派給我們住 嗯 我們那個年代我們是在那裡出生的 是 我們很小小 過六七歲的時候 有時候 就經常性 嗯 小時候 那個寧靜都不一樣 是很安靜的 嗯 經常見到走出去 那些地下 那些地下 有人捐上來 地下人捐上來 是啊 哇 因為他們一行一行 它很有趣的 他們那些墳墳 建了之後 它就不會再解 因為你知道墳墳是一層一層的 那些墳墳 建了墳墳後 不是墳墳 那些石屋 一間一間 一行一行 哦 基本上 那個墳墳 是一級 那間屋就是一級 第二級又建了 哦 是這樣的 那真的 就像躺在墳墳那樣 因為它在墳墳 它全建了 我知道 它真的全建了 所以它在墳上建屋 因為它沒有錢 哦 那些教會就說 你們入教呢 我們就有屋住了 因為以前窮 那我媽媽就說 進教去吧 過去吧 不要自己住 好像派蛇齋餅種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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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們 當我們在那邊出生 我們就很奇怪 早上有時見到 就問媽媽 媽 那裏有人 捐出來 我媽媽可能 知道我們在說什麽呢 她就說 不要管那麽多 不要管那麽多 好了 如是者 我們經常都見到 有時四五個 然後我媽媽聽到我們說 她就去拜神了 嗯 就是拜完之後 就會好些了 那我想問 你見到她捐上來 整個人實體 然後她去了哪裏呢 她捐上來 一會兒 我們看到 就害怕 我們以前很早起床 當然是害怕 是吧 害怕是叫媽媽 叫媽媽出來 媽媽有人捐出來 媽媽就看到沒有啊 這樣 我們出生來就沒有 但是有時早上 有時下午五六點的時間 就有了 嗯 就是入夜就開始捐出來 嗯 入夜也有 有時天亮也有的 不只是一段時間 那後來呢 他們就 就 裝神啦 裝地主啊 那些這樣 嗯 一直就 一直到 到我們 就是我們 可能小時候的寧靜很靜 嗯 可能會見到 也都不出奇了 嗯 那後來沒有多久 我們住到十二歲左右 就說 那裏 政府收起了 那麼 那就 建了現在的興民村 哦 就把那些石屋 全部都能剷掉 是 剷掉之後就建了興民村 是 我們就搬到 去 興X村 嗯 搬到現在的 那些 到興X村那裏呢 有幾層呢 是那些 房柱寫字樓上面有幾層呢 嗯 就 都 都很厲害的 哦 晚上呢 有人到處走的 是 在那裡叫的 我們是住八樓 那些不是有精神病的嗎 那些不是有精神病的嗎 那些不是有精神病的 哦 那些新的頭髮是沒有人的 嗯 嗯 那些是沒有幾層呢 就跟著呢 就 嗯 什麼 呢 搭升降機的 那一個叫和興樓 嗯 沒有幾層呢 就跟著有人 斬死人了 嗯 嗯 斬死人之後呢 我們走過一條路回來呢 整天都看到有一條小妹 在那裡走來走去 嗯 那條小妹就是 有人看到她 就是因為真的被人斬死了 那個小妹 哦 這樣 有時候那些往事 想起我又真的有點無觀動 咦 現在也有些人住興民的 看有沒有有人回應 興民村其實是很猛的 但是不多聽人打來講的 哦 但是她的屋上面呢 有些是不能住人的 我聽說 什麼意思 家裡不能住人 就是 陰氣重 哦 有機會可以問一下一些師傅 嗯 上面那些 興民村呢 就是 都是很陰的地 嗯 那你說如果本來是山墳 就一定是 好像華富邨那樣 要這樣說 是啊 但是它又全建了 嗯 有時候我們小時候 在興民村上面 都看到有人操兵的 不是 你說起了 其實說真的 是否真的可以起得了 我就不相信了 就是 未必能清得那麼多 應該就不會了 我相信 我就不敢說 因為小時候我們就經常看到的 但是 嗯 在興民村上面的人 我聽人說 在興民村上面住的人 都沒有誰發不起 沒有什麼 就是 沒有發達了 發不起了 就是 沒有運了 是是是 剛剛想起 就打來聊一下 可以 不要經常說 醫院 有時候想起這些 我都害怕的 你想回那個畫面 在地下捐上來 有什麼大陸 就是這樣 是啊 因為我小時候看到 我也是害怕的 是害怕的 直到我們搬到下面 即是 給我們分析 我們搬到新的 我們搬到新的 那裡有個叫做 興什麼村 我們搬到興什麼村 那裡 嗯 後到去呢 搬到沒多久 就 發夢 這個就是發夢 不是自己親眼看到 很多人 就在家裡 都在吊頸 那裡 那些就是我們小時候的經歷 我只不過是打來分享一下 其實那些地方都很陰 如果你們有機會探明 你也可以在那裡 轉一下也有機會 收到 收到 那這個片段呢 我都猜不到 我是找到一個聊天的 那原因就是 剛剛我之前有一個節目 那就是周慧元師傅的節目 那今晚請了一個嘉賓上來 那這個嘉賓呢 哇 很多資料 那 原來我們之前曾經說過一件事 跟他有關的 這件事是什麼事呢 大家記不記得 早前我節目裡面 都拿了一條link出來的 和大家分享過一件事 就是說 有人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他的朋友 過了一生 但是他生前呢 就很喜歡ERROR的 於是他就想 既然他過了一生 但是又這麼喜歡ERROR 我們可不可以幫他為他做一件事呢 他們就忽發其上 都挺天馬行空的 就叫了一間醫子舖 可不可以 摘四個ERROR 和摘花姐下去 記得這件事嗎 我已經說過了 然後我馬上就找奇哥 去回應 就說奇哥 可以不可以的 做不做到這些事情 那就是摘下去的 這樣 奇哥都回答了 我們不做的 因為生人 怎麼可以做這件事 不行的 我們不做的 這樣 就找了奇哥去回應 誰知道我今天 周師傅的嘉賓 就是這個醫子舖的老闆 你想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立即聽聽 well 餘的找人 太哥你好 你好 emprego AM on 原來就是你的紙摘舖 接了單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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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م 就是現著四個ERROR 那還有一個雙花姐 最終你有沒有接機 distribute 第一 我本身是他們的支持者 第二 因為入行師夫教 永遠不摘三人 真的是呀 已經是命運規定不行 是 因為始終是不吉利 感覺上燒了三文七拍落地府 就影響了人的雲勢 所以這是我們行業的自己要求 因為你是他們的粉絲 就解不接了 但如果你憎恨那個人 有些人拿張照片來 這個很憎恨的 這個全香港人都憎恨的 我知道這個 你是不是做不做 我曾經有想過 但是不行 以前的神明師傅早睡教育 不行就是不行 對的 這個不可以違背自己的職業 因為你做這行業 是有很多守則的 對的 否則真的鬼法後尾枕 對的 祖師爺看得到 真是丟臉 你拒絕了他們有沒有覺得很失望 他們有點不開心 你喜歡就燒電視機 燒ViuTV機頂進去 燒心機 有部機頂 黑機也看到 對的 不需要整個自責 他們最終就這樣 最終就好 我就弄了ViuTV機頂盒給他 是嗎 雖然沒有機頂盒 ViuTV就應該是 ViuTV 魯先生是否搞錯 你知道ViuTV 真的不好 但這次是死物 死物就沒所謂 但多不多人 像他們那樣 有所謂的生物 之前有試過嗎 之前有試過 那些是泛泉廣眾親的人 那些我很想做 但也沒有這樣做 明白 曾經有人有提出 是的 我真的很想動手 但還是不行 收到 明白了 說起這些紙紮事件 當然又牽涉到靈界事件 遲些再找泰哥 再上來 聊天 好 但我想今天輕輕介紹你 這麼年輕 原來他不是做紙紮那麼簡單 你是曾經做過鏈房 是的 我初初是接觸死人行業 是鏈房出生的 後來就做殯儀 然後去了做醫治 OK 鏈房是做甚麼工種 我都是鏈房 一般是維護鏈房正常運作 就需要協助法醫解剖 等等 處理遺體收放的工作 即是每天對著屍體 是的 對著一群屍體 一群屍體 那當然你不怕才會用這個工作 為何會想入行 當時真的見到 招聘廣告車條巾 小時候是有這樣的念頭 算了 反正都要等開學 就去試 真的收續了 我沒有想過會收 我那一面談是短褲拖鞋走 即是像這樣 穿拖鞋 還穿拖鞋 他說對了 鏈房是不用穿很漂亮的衣服 鏈房是不穿拖鞋的 這樣就收了嗎 這樣就收了 不用說任何 我試試讓你進去看看 怕不怕 24小時你不怕 沒有 有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 他們很隨和 不是這樣的 傳聞即是假的 但知不知自己的命格是否正在做 有時這些東西要講命格 這個真的沒有留意 但有機會看都是不錯 我都想了解是否真的 每次都是這些緣分 都是做這些行業 是的 一定是 如果不是第一 沒有理由要夠膽做這個行業 所以加上你又跟著做殯儀 是的 現在這些東西全部一條龍 關陸頭的事都是 關於棺材 這些事都是一條龍 可能你的命是適合做這個行業 可能也不是 要看看 那你殯儀館又做了甚麼職位 以前初初入行就跟學做唐觀的 後來就學了做殯儀策劃 然後按自己的興趣去學做藍學師傅 因為我喜歡做這些關於超渡和傳統文化 值得保留的東西 我義務可以學的 非常好 而且你現在學習習作的東西 因為年輕人有新的思維 為何他們找你去做 即是打算扎ERROR出來呢 原來他們看到你店鋪有很多新東西 是 很多你想不到的東西 例如呢 例如以前有人幫你扎隨意門 扎時光機 波衫 還有日式版的紙紮公仔 還有PS5 總之老一代前衛不做的 我都做 總之不違反老師教的原則 我都做 甚麼都搞 甚麼都搞 有甚麼事就試 我年輕的大女兒 但你覺得消下去有用嗎 即是你們有沒有收到信息回來 這些這麼前衛的東西 這件事我不評價 但我最緊要覺得這件事 是做完家人放得低這件事 對我就是最大的成功感 是 是 是 你現在印象很深刻 你又做到的一些好代表性的事 有 幫一個嬰兒做衣服 因為那個嬰兒子他出生兩天就過了生 然後媽媽初時買了一堆衣服給他 他說想放下去陪葬 但他又不捨得 我說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一些圖 我把所有衣服給你 他看完之後他很激動 哭抱著那些衣服 他說他現在放得低限時 他會把他本來的衣服捐給那些小朋友協會 我聽完我就決定以後 以後是小朋友的衣服 我都是把我的收益捐回給那些機構 就可以再生一個功德出來 很好 又不用生意 而他們真的覺得有消下去 其實陰陽普利 對陽姦和陰姦都是一個好處 你學了多久這些責任的責任 師好教育機館就看天分 那時候很快 所以每一個人做每一個行業 都有一種才能 今晚不跟你說鬼故事 我想約你再上來講 但多不多遇到這些經歷一定多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那就記住了 現在答應了我們上來 沒錯 那就等下泰哥了 好 今天初步認識我們 好 好快上來 可不可以再 好 沒問題 謝謝泰哥 好 再見Edmond 是的 泰哥答應了 下個禮拜你就會見到他 一個年輕人 進過殮房 天天對著師太 還要解剖 他講過 跟著就 殯儀館 做堂官 現在呢 就會做紮紮事 應該都 有很多經歷可以分享 所以下個禮拜 就會見到泰哥真人想來的 沒錯 就是這位泰哥 好了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晚上 星期三晚 是嗎 沒錯 因為沒有馬跑 忘記了日子 很失落 AP也很失落 沒有馬跑 現在完全不記得日子是什麼 我一向都團團地騙了 沒有馬跑 團團地騙了 足球都少 是嗎 我要找一些新的位置 新的衝擊 希望你快點撞鬼 謝謝 好 今晚星期三晚 繼續恐怖在線 今晚見 拜拜 不同的空間 卻因為機緣的巧合而生關係 眾生在互亡 但願不相干 不管是再次 再次繼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